攻冠流側臉畫法 首先畫出一個六角形 為什麼要畫六角形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頭骨就知道了 我們頭骨前面都是尖尖的 後面圓圓的嘛 所以我們這個六角形的後面 可以稍微修的圓一點 接著尖尖的地方跟後面 我們可以連起來畫一個十字線 十字線的右下角 等一下就是要畫耳朵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尖尖的眉骨下方 往下畫出鼻子 嘴巴 還有下巴 旁邊這條斜線可以防止你的嘴巴畫歪 接著我們加上眉毛 眼睛 耳朵 嘴巴 還有脖子 大概的側面樣子就出來了 接著稍微把線條整理一下 擦掉輔助線 就是一個光頭王了 然後我們沿著光頭上面邊緣 隨意加一些頭髮 再擦掉頭髮蓋住的部分 然後在頭髮部分 增加一些細節 強化一些毛流的結構跟光影 就完成了 怎麼樣是不是很簡單啊 覺得不簡單的同學呢 可以去看我比較常那部影片